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794集 夏长征和张翠年后才从安庆到京城 屁股还没做热乎,夏紫玉又叫她回去 两口子进京都是火车硬坐 从乡下到省城,路上还要转好几次车 大包小包折腾着,夏长征很不爽 她要回去给你小叔一家补办交易信 我回去干啥呀 原本夏长征是夏家三兄弟里过得最好的一个 张翠偷偷在县城里开着小吃店 他家是最不缺钱的 夏紫玉还成了大学生 夏长征走哪都被人吹捧 老二夏大军是最没地位的 没生儿子,夏大军的腰板就挺不起来 不过是个听话的苦力 没儿子养老送终,就活该替家里贡献 那就是过去的情形,现在不同了 夏大军生的女儿也能考上大学 比夏紫玉还厉害些 夏大军呢,也走了狗屎运 被香港老板乔种收到身边做事 夏长征则断了一只手 现在还要靠在京城摆小吃摊为生 在安庆县,他家原有个店面 别人都叫一声夏老板 在京城一点横产都没有 夏长征的生活过得很压抑 夏紫玉的吩咐,他也不是那么听了 因为这闺女好像也靠不住 口风一转,夏长征想起 未来庆家调职的事 你公公不当教育局的领导了 你弟俊宝到京城上学的事咋整啊 我早说过 让王家把你弟上学的事办好 你就是一天天的拖呀 你现在找谁帮忙啊 高教司是隶属教育部的 夏长征不懂 他就知道王广平是教育局的领导 可人在位置上才能办事的道理他懂 不在教育局当领导了 还能替他儿子办上学的事不 夏长征提起这事就生气 夏紫玉被赌得说不出话 心里也不舒服 党史办是什么地方 夏紫玉花了点功夫 终于弄明白了 那就是个养老的衙门 王广平才五十多点 哪里就到了养老的年龄了 调职分明是提前退居二线 以后再翻身的机会渺茫 夏紫玉自己都迷茫过 若没有王广平的帮忙 王建华以后还能不能成功 夏长征怪他不抓住机会 夏紫玉有苦说不出啊 王广平没有调职前 王家的门槛可高了 他费了那么多功夫 才和王建华订婚 他爸就知道埋怨他 却不想想 他那时候在王家是什么地位 他倒是能指挥动王建华 让建华去和王广平提要求 可那样王广平多半会更瞧不起他 夏紫玉是在忍耐 忍到他真正和王建华结婚的那天 两只脚稳稳当当踏进王家门 那时候再慢慢来呗 结果这一等 等来的是王广平被调职去党史办 夏紫玉不想和他爸爸翻这些旧账 二叔现在跟在香港老板身边 每个月工资都有三千块 我说你的手是被夏小兰弄坏的 二叔现在可愧疚得很 但咱家远在京城 小叔一家和奶奶却去了二叔身边 再多的愧疚 又哪里比得上每天在眼前可以讨好的 你不回去 二叔的工资以后便宜了我小叔和我奶 可落不到咱家身上 一个月工资三千块 那一年十二个月岂不是有四万 安庆县的小池店生意那么好 一年也不可能赚四万 老二一个人的工资居然有这么多 夏紫玉的话 算是说在了夏长征的心坎上 夏长征下意识就忘了 是他先找人想撞断夏小兰的手 让他不能高考 才被夏小兰激烈报复 紫玉说的没错 他这手就是夏小兰弄坏的 要不是变成残废 他现在不至于成这样 老二就是该愧疚 该补偿 夏长征眼睛一翻 我和你妈听到消息 就给你发了电报 年前你赶在别人前头 去鹏城见了你二叔 他要是愧疚 就没点表示吗 夏紫玉一顿 语气特别自然 当然有表示 我告诉二叔 你和我妈还想在京城 开个小吃店 二叔给了我一万块钱 当本钱 开学特别忙 我忘了告诉你们 春天花冻了 你和我妈也找找 有没有适当的铺子 你俩还是把店开起来 比在街上摆摊强 夏紫玉开始 没想把一万块钱交出来 他爸妈用这钱当本钱 赚到的钱 可不一定给他 谁让他家里还有弟弟的 夏紫玉背着处分 将来分配不到好工作 他肯定要自己做生意赚钱的 但现在杜赵辉有了动静 夏紫玉又瞧不上 夏大军给的一万块了 给出来倒是无妨 他也考虑过让父母 做别的生意 可思来想去 好像只有做小吃 最适合他们 以前开过店 一样画葫芦的 再开起来也不难吧 夏紫玉说 要把钱给他和张翠 夏长征就没抓着不放了 老二能随随便便给一万 可见每个月三千的工资 是真的 那钱 要是给夏红兵一家哄去 夏长征很不舒服 我这就买票回安庆 夏紫玉终于露出笑脸 爸 我们才是一家人 一家人都不团结 日子怎么能过好啊 我难道还能害你和我妈吗 你回安庆去 跟在我二叔身边帮帮忙 我和我妈在京城这边 看看店铺 有合适的就租下来 等你回京城了 店说不定就能开张了 有了夏大军的慷慨资助 夏紫玉把这一万拿出来 张翠手里还有点钱 开个小吃店是绰绰有余的 小吃店本来就不讲究装修 铺地砖刷墙 置办家时能花多少钱 外地人想在首都扎根 从小店做起 慢慢攒钱安家的不少 夏紫玉可没有那耐心 买房也想着一步到位 知道了夏小兰 买几万的四合院 她怎么瞧得上几千块 能买到的破平房 夏长征被夏紫玉说得心动 当即买了回玉南的车票 张翠想要开店 却是想开在师范学院门口 被夏紫玉给反驳掉 大学食堂便宜实惠 十个学生九个穷 你开在学校门口不行 那在安庆县时 开在县衣中门口怎么就行了 总不可能县城的高中生 比首都的大学生还有钱吧 张翠也不说话了 她也能明白女儿的心思 夏紫玉嫌她和夏长征 在学校门口开店 被同学知道了丢脸 那她有啥办法 张翠自己也不想当农民 更不想当被人瞧不起的个体户 她也想像阮书玉一样 不用工作 男人是国家干部 可就是命不好 紫玉也是命不好 投胎在她肚皮里 夏紫玉没注意到 她妈妈张翠的异样 她在琢磨杜照辉的意思 香港老很精明 小小一个香港党 出了多少亿万富翁 杜照辉世事反应 都偏离夏紫玉的预期 让她很是恼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照辉世事反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照辉世事反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照辉世事反应